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州校区的许次葵 非常感谢今天又能够参加 刘华同学会组织的 这场学校的这个介绍 在之前呢 我们的同事家豪 再在前两年呢 我们的同事贝拉 也都陆续参加过 刘华同学会的 非常多的这个活动 也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马来西亚学生的咨询 包括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三名马来西亚的 这个学生 入读我们的这个学校 也非常欢迎之后 有更多的学生 能够到苏州来看一看 能够到我们学校 来继续深造 是我们就请徐校长 开始来跟我们就是 谈一谈 就是整个这个酒店管理 到底今天这个讲题 真的很特别 到底怎么样是一个 弯道超车的这个部分 很好奇 我们马上请徐校长 来跟我们谈 是 我们是一所来自 法国的酒店管理学校 我们在法国的整个学习序列当中呢 实际上是属于商学院的序列 但是呢 我们是专长在酒店与旅游管理 这样的一个行业 和这样的一个特性当中 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情况 我自己呢 一直在商学院和国际酒店 国际教育事业当中呢 有蛮多的项目开发 和教学管理的这个经验 曾经担任过英福教育 法国里昂商学院 与中瑞教育集团的 中高管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在疫情开始之前呢 也自己有过一段创业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讲回旅游业 旅游业呢 实际上对于大家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同学和家长 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 在全球范围当中呢 旅游业占了全球整个GDP的 大约10%左右 那同时呢 也是马来西亚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疫情开始之前 我们得到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 旅游产业 基本上它的整个一个产值 大概是在1000亿 马币左右 这个数字呢 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马来西亚同时 它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有非常多元的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业态 从大家比较熟悉的 类似于像度假 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兴起的 美容、医疗、养老 基本上马来西亚已经能够涵盖 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 或者是非常小众的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业态 也是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 非常富级的一个国家 在17年的时候 被评为了全球最受向往的 15个旅游目的地之一 所以呢 整个马来西亚本土的这个旅游市场 在不断的蓬勃发展 当然受到了疫情的这个发展 有疫情的这个影响 略微有一点打断 但是呢 我想对于我们的从业人员来看呢 我们还是仍然非常看好 马来西亚本国的旅游事业的这个发展 这个呢 也是会和我之后介绍我们 学校的整个一个发展有关 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产业 它有未来 我们的毕业生 我们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发展 才会有更好的这个未来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在这边有一个列举 在马来西亚的整个一个旅游收入当中呢 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收入 实际上已经是成为排名第二了 仅次于新加坡 从客源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中国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客源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 向各位学生 各位家长来推荐我们来自于所国内的 这样一个学校 因为中国的游客的 对于马来西亚整个旅游市场的 这样一个拉动作用 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了 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源国 和消费国 我们的学生如果有 中国国内学习实习 工作的这样一个经验 以后回到马来西亚 它会有更好的职业生涯的发展 谈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的这样一个发展 尤其和中国的一个关系呢 和大家共享一些数字 在疫情打断之前 中国的这个路径游客 来到马来西亚旅游这样的一个人数的增长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曲线 是一个坡度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8年的时候 中国路径马来西亚的这个游客 达到了290万 这个和2017年相比 近乎是30%的这样一个增加 在疫情发展之前 2019年的时候 也是比同比要增长 要增加了5%到6%左右 那如果没有 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打断 相信2019年也会比2018年的 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会超过15%到20%的增长 因为在9月份10月份 是马来西亚天气最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也是中国游客 到马来西亚来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高峰 所以呢很遗憾 疫情呢 把整个一个发展的 这样一个势头打断了 但是我们相信 在疫情结束之后 或者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 疫情得到缓解了之后 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市场 旅游市场 对于中国的一个游客 仍然会存在大量的 极其的一个吸引力 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个高端酒店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数据的这个呈现 这三个集团 洲际集团 万豪集团和亚高集团呢 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 三大高端酒店品牌 洲际集团呢 目前为止在马来西亚 大概有超过11家 万豪呢 数量更多 有28家 亚高集团呢 大概有25家酒店 在马来西亚 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 Hilton Shamberilla 和凯越 在马来西亚 也有大规模数量的 这样一些酒店 而这些酒店 在马来西亚本地的这个发展 就已经对于人才 提出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缺口和需求 这也是我们学生主要 参加 毕业了之后参加工作 比较主要的一些就业的这个方向 这些数量已经是远远超过了 国际上同类 如果是这个国家人口 像类似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呢 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整个旅游市场的这个领先或者是高端 在这里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内旅游市场的一些恢复的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不知道现在马来西亚整体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们的毕业生除了在马来西亚 本国可以就业之外 也可以在中国获得就业的这个机会 那在这里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国内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情况 如果各位在媒体上有稍微关心 分享一下国内在过去的清明节 在过去的春节的整个一个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整个一个复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在中国的各个行业协会和新公司 对于中国酒店业的这样一个估算 认为2021年已经是我们走出 U型的这个酒店与旅游市场的这样一个低谷 走向全面复苏的一年 我们在今年的旅游人次的一个预测 大概会要达到41亿的这样的一个人数 这个人次也是蛮令人惊讶的一个人数 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高端的这样一些国际集团 在国内仍然有大笔的这样一个投资 比方比方说 比方说 Hilton集团 他在2021年 在今年计划在国内会新增100家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万豪呢 会有新增75家的机构 而从最新的报告来披露 万豪旗下80%的酒店 中高端的一个酒店已经恢复了盈利 已经和疫情开始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 在这里呢 有一个调查表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以中国内地平均数字作为一个原点 划分了第一是整个一个酒店的一个入住率 其次呢 是这个房价的整个一个恢复的这样 Hello 好 我以为有同学或者是家长有问题要问 没问题 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 都可以随时打断 我都没有问题 OK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张表当中非常有趣 我们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一线城市 北京和上海和广州 基本上都是处于曲线的这样一个下端 无论是它的一个入住率 还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指数 这是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北京和上海在这次疫情当中 主要是受到来到国内的国际游客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它的表现反倒不如我们比较通常的这样我们称为叫二线城市 其他的一些城市 而这个当中由于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 三亚孤零零的飘在最高端 无论是它的入住率甚至于超过了115% 还是它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指数都是非常非常高 那从现在的整个一个国内经济情况和旅游市场的这个发展来看 我们的复苏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整个一个旅游市场和酒店业基本上已经和疫情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了 而这样的一个酒店业的这样一个复苏 也带来了大量的中高端岗位的这样一个缺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国内原来的国际酒店当中 一般一个国际品牌的一个酒店 差不多会有10名左右的外籍员工 而现在一个国际品牌的一个酒店 差不多只会留下三名外籍员工 因为大量的员工的外籍的这样一个同事的 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他们都回到国内去了 然而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签证原因呢 又让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没有办法能够回到中国 能够参加到这样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口味上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酒店有大量的一个职位 向一些更多的在国内的一些同事能够开放 这呢 也是从另外一面可以看到 虽然在疫情的影响下 在全球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和领域当中 可能他的一个行业发展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在中国 在旅游业 在酒店业 我们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回到了疫情前的种种情况 我们存在的一个 速率 我们存在的一个发展 是和原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 我们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只会是越来越大 这个也给我们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高质量就业的这个机会 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分享两个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当然这个是中国国内的这个情况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可能不是太一致 中国国内呢 如果把所有的这个酒店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是平均数 还有一类呢 是在当地房价占30%以上的这个酒店 我们把它称为叫高端品牌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一线以及主管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的时候 高端酒店实际上他的薪酬并没有占具很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在这里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比较疑惑 为什么其实的这个薪酬那么低 因为在五星级的酒店当中 一般来说呢 会为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员工提供住宿和三餐 所以呢 这是员工拿到的这个净收入 OK 在当这个岗位管理岗位达到小部门经理 或者是部门经理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高端酒店 也就是在当地房价在30%以上的 这一阶层的这样一个酒店 它的小部门经理和部门总监的一个级别 已经比普通的其他的酒店 会有30%到50%的这个增长了 如果我们再去观察高端酒店当中 我们再把它分成两大类 在高端酒店当中把它分成国际品牌 这也是我刚才说到的 比方说万豪旗下的酒店 亚高旗下的这个酒店 和国内的一些本土品牌 中国国内的一些本土品牌 在做一个同岗位的这个薪酬对比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看到 同样是从小部门经理这样的一个级别开始 整个一个薪酬也会有50% 甚至于100%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酒店管理专业的 这样一个毕业生 他能够出使入职的时候 是在国际品牌的这个酒店 他在7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之后 担任了部门经理 部门总监这样的一个级别 他的月收入在国内 差不多是在2万人民币左右 而这样的一个岗位 在中国国内其他的同类的管理职能 这样一个岗位当中 他的一个薪酬差别 差不多会是在100%到200%左右 那这一个岗位 他的整个一个薪酬回报 还是蛮令人满意的 各位家长如果这一段时间持续关注 或是参加了刘华同学会组织的各场介绍 大家都会可以看到 很多理工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都在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 会有越来越多蓬勃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个实际上对于很多的一些岗位 会提出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挑战 什么的一个挑战呢 就是说当到了一定的一个阶段了之后 可能他的这个岗位会自然而然 随着技术的发展被人工智能 被机器人所淘汰了 那很遗憾 那那个时间段可能你已经是在 人过中年了 可能已经有家庭的负担 可能有自己其他的一些 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但是呢 由于你原来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选择 你原来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很遗憾会被技术所淘汰 而带来了一个职业的 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 但是呢 在酒店管理这样的行业 尤其我刚才提到的 高端酒店管理这样的一个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它恰恰不会被数字所淘汰 被技术所淘汰 因为以高端酒店 或者是品牌酒店 为代表的一系列的一些行业 比方说精品酒店 高端民宿 邮轮产业 奢侈品营销 体育休闲产业 高端康扬产业 这样一些产业 它都非常强调服务体验 这一个行业 它的一个特性就是 需要有人来提供一个温暖的服务 而这样的一个行业 尤其是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毕业生 是非常非常擅长的 我们的毕业生会比其他的一些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或者是管理人员能够有更好的职业稳定性能够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OK提到了一些行业的一些情况 提到了高端酒店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 以及在马来西亚发展的一些情况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情况 我们是来自法国的一所商学院 是专长于酒店与旅游管理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目标是为酒店与旅游行业提供下一代的领军人物 几个简单的数字和大家进行分享 今年是我们建校40周年 我们是一个全球化做得最好的酒店管理商学院 因为我们在全球的30多个国家有近60个校区 我们从规模的角度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酒店管理商学院 为什么我在反复强调我们是最大呢 因为在整个一个行业当中 我们的校友资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资源 各位可以想象我们的校友遍布 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认识到的所有的全球高端国际品牌酒店 而这一些校友会为你以后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发展 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 学校40年半学成绩不菲 我们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这个认可 在这里有两个跟大家分享 一个我们在第17届全球酒店业大会上 被认为被评为是最佳管理商学院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在QS排名 这是英国的一个全国全球的大学榜的这样一个排名 在这样一个酒店与休闲管理的专项排名当中 我们是全球第18位 而且我们是法国唯一进入前20的酒店管理学校 这是两个我们在国际上得到了教学质量和整个毕业生评价 相当不错的一个证据 学校目前为止开设的专业或者开设的一个项目呢 主要有这四个 一个呢是为我们的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一些学生提供的一个本科预科 其次呢是我们的一个本科项目 全英语授课的一个本科项目 国际酒店管理的项目 它的学制是三年的 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个酒店管理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 这是一个全日之授课 它是一个学制两年的一个项目 学生毕业了之后所颁发的这个学位 是法国的学位 是法国的国际酒店管理本科 以及NBA的这个学位 这个和我们的学生到我们法国的尼姆校区 到我们的洛杉矶校区拿到的学位证书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课程 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的课程的这样一个内容呢 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以后它的一个就业目标是酒店管理的中高级的管理人员 而不是一线的这个操作人员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课程 都是为学生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来提供助力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内容当中 比较多的都是管理学科和商科的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在苏州是属于一个独立校区 所以我们整个一个课程设置是跟法国的学校是一模一样 和法国的总校是一模一样的 而不受制于中国教育部对于课程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规定 在这里呢 我们从学生在大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接触整个一个工作岗位了 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就已经开始有代行实习了 这是在我们的教学酒店当中来进行实习 在大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全球流动的马可波罗计划 马可波罗计划是指我们的大二的学生 他可以选择我们在全球的60多个校区的任意一个校区 来展开一个学期或者是一个学年的一个学期 我们可以的学生可以去到欧洲或者美洲或者亚洲同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来进行学习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60多个校区采用的都是同一个教学大纲和同一个教学体系 所有的学分都是互认的 这个呢也为我们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人才 打下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 回到我们瓦德尔学校的整个一个介绍 我们的这个教学特色的有这么几个 一个呢是我们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学校 但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在全球的任何一个校区都是用全英语收课的 无论是去到我们法国的校区 还是去到我们阿根廷的校区 或者是俄罗斯的校区 我们都是用英语来收课 所以呢我们的马可波罗的计划 学生才可以走得那么的流畅 第二呢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整个一个课程呢是以管理学科为主 这是为了学生以后能够顺利的走上 中高端的管理的这个岗位 打下了很好的这个基础 工学交替很能够理解 在刚才的教学大纲当中 大概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在每一个学年当中都会安排一学期的代薪实习 也就是他的一个学习和工作是交替来进行的 理论与实践并重 我们的整个教学当中 即便是在我们的教学的学期当中 每周也会有两到三天的下午 是到我们的教学酒店去进行同岗的实践 在那个阶段是由我们高年级的学生 带着我们低年级的学生 去观察酒店所涉及到的各个岗位 前厅客房 F&B或者是市场营销 在每一次的同岗的实践当中 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看到 我将来的一个学习和工作的一个知识 是如何来进行匹配的 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学到 我怎么来带领一个团队 我怎么来提高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力 我们的学校除了本科的这样一个项目之外 也有NBA的这个项目 对于我们瓦戴尔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来说 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本硕联读 因为NBA普通来说 都会要求三年以上的这个工作经验 而对于瓦戴尔的毕业生 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他可以五年无份衔接 把本科和NBA一下子全部读完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实力的一个选手了之后 再进入职场 OK 这就是我们瓦戴尔的一些教学的这个特色 就业的这个情况呢 我想放到最后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因为这一块呢也是我们和其他的一些酒店管理学校 有极大的一个区别的一个地方 好 在NBA当中我们也有专业方向的考虑和设置 因为学生在学到NBA的时候 他可能对于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 有了更明确的一个规划 除了在酒店方面可能他会考虑 我是不是去学一些红酒的一些管理 我是不是去做一些会展的以后的职业生涯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在全球的40多个校区当中 有11个校区有专业方向的一个提供 我们的巴黎校区是提供奢侈品品牌管理的这个方向 我们的布尔多的校区是提供红酒管理的这个方向 那在这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我就补一一赘述了 这是我们苏州校区的部分的这个师资 我们这些师资和课程当中呢 试图保持两个方面的平衡 第一个呢就是海外的师资与中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一个平衡 因此呢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不仅涉及到了酒店行业 全球发展的一些信息和实践 也涉及到了中国目前最新的一些案例的这个介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学院派的师资和实践型的这样的一个师资 它的一个平衡 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走向就业档位的第一个阶段 就可以把学到的这个知识和内容运用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这是我们的几位毕业生的这个情况 我刚才在一开始的就提到了 在酒店管理这个行业 如果大概有七到十年的这个工作经验 对我一个毕业生 就可以走上一个酒店的中层以上的这样一个管理岗位 做到一个部门总监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那这两名学生呢就是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他们呢在疫情前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资深的一个业务总监了 这是我们NBA的学生的一些介绍 NBA的学生呢 他们毕业了之后最经常担任的这样的一个岗位的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酒店的一个总经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校园 是自己在进行创业 这位校友呢 她就开了一个度假村 这位校友呢 是在法国开了一个餐厅 而这位女士呢 她是比较有趣 她是最后跨界了 她走向了零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好 介绍了我们的课程 介绍了我们的师资和部分校友的这个情况 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 我们是在苏州 我们是在苏州的独树湖高教园区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大致的一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如果大家对于苏州有一点点熟悉或者了解的话呢 就知道苏州是一个离上海非常近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高铁从苏州到上海差不多是30分钟左右时间 如果是搭出租车 从我们的校区一直到上海的虹桥机场 它的时间差不多是在45分钟左右 苏州呢 在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和人文的发展非常的迅速 目前苏州是中国排名前十位的这个城市 也是GDP超过两万亿人民币的城市之一 我们的校区呢 是在一个高等教育园区 周边呢 有近30所各类的大学 包括一些国内知名的大学和国际知名的一个大学 周边的一个学生呢 大概有十多万 而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高等教育的一个园区 所以呢 所有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一个资源 基本上是共享的 学生呢 可以和来自国内的学生进行交流 在当地呢 也有近3000名国际学生 在共同的这样一个生活 所以呢 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 可以获得比较好的 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和生活的这个帮助 这是一些学生和家长会比较关心的 一些住宿的这个情况 我们的学校的学制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是一个工学交替 所以的学生在去酒店实习的那一个学期 实际上他们是会有五星级的酒店 来提供他们的住宿和他们的三餐 那么他们平时在进行学习的那一个学期呢 就是会住在学校的这个附近来进行学习 我们安排的这个宿舍呢 一般来说都是三室一厅 学生的都会有自己独立的这个 独立的一个房间和独立的卫浴 离学校的这个距离呢 也非常近 在这里呢 给大家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视频 是我们瓦戴尔学生的一个典型学习的一天的时间的安排 这是学生从学生宿舍起床 徐校长 请问这个视频是没有声音的吗 这是在我们学校内部的一个模拟课房 这是学校的红酒教室 这是学生在学习阶段到教学酒店做同岗观察 是学生在学习的一天的学习 我们在苏州的教学酒店有两所 一所是中英皇冠 还有一所呢 是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跑车品牌 意大利的兰博基尼家族呢 把他们的这个品牌当中在酒店 以及度假村的这个品牌是授予了中英集团 中英集团也是我们苏州校区的投资方 OK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 我们的瓦戴尔的学生在校园当中的一个学习情况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兰博基尼酒店 兰博基尼酒店呢 在计划由于疫情的这个原因 它的这个发展稍微有一点点打断 目前在营的以及在三年当中会投入运营的 在国内差不多要超过40家酒店 这都是五星级以上的奢华型酒店 这一些酒店呢会需要大量的人才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英集团会投资在苏州 建立这么一所瓦戴尔酒店与旅游管理商学院的原因 好 这是一个简短的一个视频 是我们的一个教学酒店之一在苏州 是一个简短的一个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就是我们学生的这个教学酒店 整体环境非常不错 刚才提到了一个就业 我想把就业放在最后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苏州校区 瓦戴尔苏州校区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第一呢,我们所有的学生非常欢迎 以后毕业了之后在我们的兰博基尼酒店 能够成为一个管理培训生 其次呢,我们也会向这样的一些国际的这个品牌 来输送我们的这个学生 而这些酒店,我这边列举的这些酒店 跟我们都有很良好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关系 我们的同学不仅有实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非常建议我们的毕业生 第一,在中国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旅游 热门的一些木地国来进行就业 这个一些呢,我们在这个之前碰到蛮多的 对于岗位需求非常多的 除了马来西亚 还有比方说迪拜 比方说毛里求斯 他们非常欢迎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些学生 既能够用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英语 跟当地跟客户来进行交流 同时呢,又有中国学习或者是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能够接待来自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游客 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们和洛杉矶校区有一个 带兴实习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安排 我们的毕业生可以到美国 以捷温签证的一个形式 工作签证的一个形式 在那边带兴实习一年 而且我们保证所有的学生的工作岗位 一定是在四星级以上的这个酒店 薪酬呢,是在三千美元起 这是一个起步的这样的一个薪酬 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所有的毕业生 可以留在国内来进行就业 我们会向他们推荐 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品牌的一个酒店 也非常欢迎他们能够留在我们中英集团 能够成为我们兰波基尼酒店 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周边的这样一个国家 目前有四十多个酒店的一个发展计划 也需要大量的一个英才的这个加入 也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加入到我们酒店当中的 以后的中高级的管理成为当中 所以呢,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就业 基本上是保证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五星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就业 OK,这就是我对于整个一个旅游行业的这样一个介绍 整个一个旅游酒店和旅游行业 它不仅是在国际上是一个自助产业 在马来西亚毫无疑问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也吸纳了大量的这样的人才和就业 而中国在马来西亚整个一个路径游的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 也会让如果在中国国内有过学习工作 实习经验的这样一些人才 回到马来西亚能够有更好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发展 我们国内在疫情这一个阶段的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复苏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岗位 同时我们瓦戴尔学校也是在QS排名当中 全球排名前18位的高质量的就管理 OK这就是我对苏州校区的一些课程项目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因为我刚才在看这个聊天室也有部分的一个同事 同学在问一些简单的一些情况 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一些情况的话 不仅可以留言也可以在这里直接来进行沟通 好谢谢我把时间再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我们徐校长 就是刚刚这个分享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 就是那我这边呢已经接到一些同学的这个提问了 那这边一一的来请教我们的徐校长 那第一个就是您说就是中国的这个酒店业啊 基本上已经回到就是疫情之前这样子的一个正常营业了 但是我们在网上啊看看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酒店业啊 感觉就是比较就是悲观一些 不晓得说您对就是这些对酒店管理感兴趣的马来西亚同学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第一整个一个全球实际上现在随着疫苗的这个发放 已经越来越走向一个全民免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根据我们现在和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这样一个沟通 基本上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年的9月份 我们会打开国门 我们会随着疫苗护照的这样的一个互认和互通 国际的这样一个旅行 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旅游 又会回到疫情前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对于现在所有的这样一些学生来说 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一个时间段仍然是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 那对于学生来说呢正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 能够增加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阶段 而如果到苏州来学习 实际上并没有受到马来西亚目前为止 酒店业尚在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在国内实习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国内的这个就业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那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阶段 他学生希望重新回到马来西亚 或者是到海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来展开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 我相信会打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差 而旅游行业随着疫情的这样的一个 逐步的一个解除 它的一个恢复会非常坏 这是一个我想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给大家的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憋得太久了 希望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 实在是在一个城市 在一个家里实在是太压抑了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这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些发展呢 也的的确确是印证了这一点 就是中国国内因为整个一个疫情的这样一个控制 我们不能够出国 但是整个一个国内游得到了一个蓬勃的这样一个发展 各位可以看到 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数据 就是三亚它整个一个房间的预定力 都是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这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就是它的整个一个客房是供不应求 它的一个整个一个 很多我所知道的在三亚的很多的一些酒店 它是把员工的这个宿舍都拿出来来招待顾客 所以它整个一个旅游的一个需求是毫无疑问的 而这一个时间差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学生来说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而我相信在疫情一旦有略微的一个解除了之后 中国的这个游客到海外去旅游 到周边国家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和这样的一个热度只会增加 不会降低 他们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懂中文的 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游客行为习惯的这样的一些人员 能够给他们提供服务 而我们的学生呢能够有国内的 在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 回到了马来西亚也好 还是留在中国或者是到海外的其他的一些地方 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话 它的一个优势还是非常独特的 非常有竞争力的 是 谢谢许校长 再一次给我们满满的这个信心 是 那这边第二个朋友的问题 就是听到就是能够未来能够到高端的国际酒店去服务 就是非常的心动 那但是问题是 请问英语要多强 OK是这样的 第一我纠正一下 不是为这个这个这个未来不是说你毕业了 两三年或者四五年之后 再到酒店 是我们的学生在我们的学习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国际型酒店当中来进行实习了 他的毕业的第一份岗位一定是一个国际品牌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他对英语能力的这样一个需求 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差不多如果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雅思考试来进行一个对比的话 平均来说呢 他大概是在四点五分左右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录取呢 因为现在疫情的一个原因 我们也不要求学生提供这样的一个语言考试的 这个证明 我们呢会有我们的陆学老师来对于学生进行一个面试 通过这样一个面试来了解学生的整个一个语言能力 他的一个表达能力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进行入学 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对于酒店对于人才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酒店行业旅游行业啊 我们大家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误解 是不是更希望这个学生是一个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人员 可能这样的一个呃他的一个呃比较更更更更容易跟人打交道 或者是更呃更更更愿意去进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酒店行业或者是旅游行业的所需求的这样一个人才的一个特质 呃但是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呃对于酒店来说 对于旅游行业来说 你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他是一个呃内向或者是外向 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点 呃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才 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呃很好的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同时呢他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个人是呃外向或者是内向 就是他要有一个呃我们在呃行业内部有这么一个 他要有一个共情的一个能力 共是共同的共呃呃情是情绪的情 他能够敏感的呃有这么一个默契了解到客户的呃 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能够提供服务能够领导自己的一个团队 提供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服务 而不是说你是呃是一个外向的人 你愿意呃去跟别人做一个共更多的语言上的一个交流 他就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人才 并不是的有的时候呃一个呃一个服务人员 他还是蛮呃默默无闻的 他跟你可能没有更多的语言上的交流 但是他可以敏感的知道你所需要的这个服务大概是怎么样 也会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 嗯是所以基本上徐校长已经回答了我们第三个同学的提问哦 这本来第三个同学的提问是说中高级管理人员 哪些人格特质是比较适合的哦 尤其是要管理学商课 徐校长真的就是比较很有共情的那个感觉哦 就是已经知道可能同学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哦 好那呃呃我们这边也有同学问到需要学好法语吗 基本上刚刚我们从刚刚呃 学校长的这个分享里面已经知道了就是全英语的一个环境了对不对 是是是呃 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是提倡学第二外语的那对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呢 他的第二外语有这个几种选择一种呢他是可以学中文因为有部分的一些海外的学生在我们苏州校区学习的时候呢 他们的中文的起始的这个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我们也提倡学生能够第二外语选择法语 我们的教学当中是有法语的这个教学的呃 呃因为法语也是在全球范围当中使用非常非常广泛的一门语言 而如果走上呃中高级酒店的这样一个管理岗位呢 如果你懂法语的话实际上你的职业生涯发展也会走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呃如果各位有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无论是啊开咖啡馆开餐厅开画廊或者是做一些奢侈品行业啊那这一些当中呢如果你懂一些法语的话 对你你整个一个呃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或者是呃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嗯学校的会两句吗 哈哈哈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是是是是是好那呃好那下来这个问题是说刚刚徐校长有提到就是大二可以到全国全球啊60多个校区去做这个交换生的这个计划哦 请问目前像这样子全球这个疫情可能都还没有就是完全解封的一个情况下还有在进行吗 是有进行呃我们现在呃和正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校区除了呃呃 呃法国的法国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校区之外比方说毛里求斯比方说瑞士都在正常的一个进行当中哦 哦就是同学就是真的到可以到那个国家去就是可能呃一个学期或一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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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现在现在现在 现在 基本上呃似乎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一个校区都是在接纳学生当中的 是那不晓得说像这样子就是要进行这个交换生的这个部分哦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呃呃这是两个情况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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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面是比较类似 就是他问的更多的一个问题 还是一个你的一个学习动机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校 它是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和行业特色 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不会像一些研究型的一些大学 或者是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可能你进来了之后 你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兴趣 你以后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发展 还是处于一个待定的一个状态 我们更看重的是 你现在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 和人生规划想得非常清楚 你的一个职业稳定性 你的职业素养的这样一个操守 能够令以后的工作机构 令以后的一个雇主满意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的我们学校的一个 入学的这样一个面试也好 还是马可波罗的这样的一个面试情况也好 对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看重 就是你要选择做这么一件事情 无论是到我们苏州校区 还是说你到马可波罗到另外一个校区 你为什么 这个对于你以后的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或者是希望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你自己有没有想清楚 有没有规划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这个很棒 这个那他们如果说真的是 本来是比较模糊的一个人生规划 到了这个瓦大尔过后 会不会就是有老师在协助他们做一个更 就是更具体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这个规划 有有有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在学习的差不多在第二周第三周开始 我们的学生就到我们的教学酒店进行我们称为叫岗位实践 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以后他职场要面对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去做一个体验 原来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在这个之前对于酒店的这个工作岗位的这样一个压力也好 困难也好 实际上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象 可能他在第一次过去的时候 他就知道我要在前厅要连续要站三到四个小时 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份工作 那那个时候就会有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 现在的全职的所有的全职老师 他都有行业至少十年以上的这个工作经验 他会跟我们的学生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岗位的这个特质是怎么样的 你以后瞄准的岗位发展的这个方向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你现在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你现在做了这个对你以后进行团队的这个管理 一个教学当中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告诉学生 你不是在一个轻轻松松 不是在一个paradise当中工作 你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付出 那你在开始的三到四年的付出之后 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你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素养 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学生出来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 是特别清楚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许校长 如果是本来是对烹饪 烹饪感兴趣的 那未来本来的人生规划里面 就是有希望自己能够开个餐馆的 不想着说他适合来读这个酒店管理吗 应该是这么说 虽然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我们并没有有关烹饪的具体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如果我们把烹饪按照中国的传统的分类 把它分成红暗和白暗 红暗就是说我是跟这个油炸 跟这个具体的这个起油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白暗的主要是指高点和面点的这样的一些制作 在我们的整个一个教学课程当中 学生是不涉及这一类的这个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教授 但是我们的学生在实习的阶段当中 他必然会到我们的餐饮部门 在餐饮部门目前为止 我们允许学生接触的只是白暗 就是学生会接触到面点的制作 西式糕点的制作 中式这个面点的一些茶点的这样的一个制作 而不会去参加到这个具体的这个烹饪 起一个油锅去炸去炒 就这一些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因为那一块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风险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学生呢还是自己操作一些面点的这个内容 所以呢在他的一个实习当中 第一他肯定会轮训到F&B就是餐饮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当中 他会了解我如果要运营一个餐厅 我怎么来搭建团队怎么来进行服务 我怎么来进行成本的这个控制和采购 实际上他以后如果做餐饮的话 除了他自己可能不能成为一个 一下子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厨师之外 但是整个餐馆运营的全部的过程和要求 他已经全部知道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学生毕业了之后 我刚才提到有毕业了之后有自己创业去开餐馆了 除了他自己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的这样一个厨师之外 其他的这个素质和要求都已经具备了 好那再来这边第六个问题就是 刚刚就是许小长有提到就是本硕联读的那个部分 无奉献衔接啊 那请问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成绩吗 是的 我们一般来说是在整个一个班级当中 中上以上的这个学生基本上都会直升 进入到我们NBA的这个学习当中 这是我们本校的这个情况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学生去往我们的尼姆校区 或者去往我们的洛杉矶校区 来就读我们的NBA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这一块呢也需要接纳的这个校区对于学生的一些面试 或者是这个比试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一般来说呢都是我们整个一个学习当中排名中上 50%以上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基本上在瓦戴尔就是他们的成绩是用哪一些来评估呢 我们的这个考试我们的理论学习当中呢 一般来说比较多的还是一个paper 小的一个report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评估的 我们的弊卷考试非常非常的少 除了一些财务类的课程 除了一些语言类的一些课程之外 我们其他的一些课程基本上都是以小论文的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评价的 所以他们平常在实习 他们在服务操作实践的那个部分 也算是他们的成绩的一部分吗 这个是属于学生的学分的一部分 就是他们的这个实践课程也好 他们的这个实习课程也好 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成绩的一个评价 只有你通过或者是不通过 好 所以那我们来到第七个同学的问题 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能力成绩才可以到海外热门的旅游目的国来就业呢 许校长 这个呢是比较有趣的 实际上第一我们瓦戴尔的这样一个毕业生 只要是获得了我们的毕业证书的毕业生 他必然被 国际上的这个 高端的国际品牌的这个酒店 所欢迎所接纳 就我们的毕业生要进到海外的这样的 或者是国际有名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当中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供不应求 没有说我们的学生不能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第二呢当然部分的这样的一些热门的一些城市也好 部分的一些其他的也好 他当然也会有面试 那个时候他更看重的不仅仅是你的学习的这个成绩 因为瓦戴尔的整个一个教学质量 已经是在业内是毫无疑问了 而且我们有大量的校友就分布在这样的一些酒店当中 所以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学弟学妹的这个学习能力 学习的这个次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更多的是考量你在实习阶段的这个表现 也就是在你在实习阶段 你在什么样的类型的酒店当中有过实习 你有过什么样的一个岗位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在这样的一些酒店在求职的时候 他更关心的是你在实习这个阶段当中 你自己的体会和领悟 您刚提到就是说 就是其实市场是供不应求的 就是是为什么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觉得是供不应求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 把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整个一个高端 国际酒店的这个市场放在一起看 马来西亚的整个一个旅游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向性的一个旅游了 它向全全球都在开放 它的整个一个旅游资源也好 它的旅游品质也好 它的整个一个服务的整个一个多元性也好 已经得到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公认 大量的一个资金实际上在涌入这样的一个行业 它对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毫无疑问的 那我们如果把中国的这个市场因素再叠加起来看的话 它的利好因素就会更多了 第一目前在全中国类似于像雅膏半豪周济这样的五星以上的国际品牌的一个酒店 在全中国大概有两千多家 而这两千多家在今后五年的规划发展是在翻一翻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中高端的岗位的涌现 这是第一个利好 第二个有国内的中国国内大量的地产集团和险资 就是保险资金在进入到高端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 原来像这样一些地产公司 他们投资的一个方向主要是经济性小店 而现在他们开始向高端酒店来进行投入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人才战略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把它称为打包式的蛙人 就是他在一个外资酒店找了一个副总 要求他在下面设计的每一个部门都带一个人到他的一个新开业的这样一个酒店当中 所以呢 外资酒店在不断的增加 内资的高端酒店在蓬勃的这样一个发展 而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业态 叫高端民宿 这个呢我们称为叫膨胀式的这个发展 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酒店 它可能的客房数在300到400 而一个民宿它的一个客房可能只有30到40 但是他对于人才的部门的这个设置是一模一样的 他也需要一个总经理 也需要各个部门的这样一个总监 就是这一系列的对于服务质量越来越高的 这样的一些跟酒店相关的这样一些产业 在国内是蓬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他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讲到的第一行业的这个因素 第二酒店尤其在中国国内 当然跟国际的这个情况也比较类似 就是酒店的行业的从业人员 他们的基础学历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专门的酒店管理学校 一般来说都是大专这个层次 undergrange rate这样的一个层次 而比较多的或者现在主流的 仍然只有本科的这样的一个学历的提供 而我在刚才提到的QS的排名前20的 在国际排名前20的这样的学校当中 能够提供NBA课程或者是学位的 凤毛领奖 那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 如果能够获得本科学位 如果能够获得NBA的这个学位 他在整个职业生涯发展 在职场生涯发展当中 这样的一个先发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因为酒店行业它是一个更看重实践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 它的这个学位的这样的一个负极度吧 不像不像其他的一些行业 比方说金融也好 比方说这个软件也好 像这样的一些行业 他们其实可能硕士是非常正常的 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像PHD这样的一个人才 但是酒店行业恰恰不一样 就是它是第一在初次进入的时候 它是要看你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能力 但是当你到了一定层次了之后 你跟别人能够拉开差距 你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但是你的学历比他能够有更高一个层次的时候 你的一个竞争力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我们马大有的这样一个学生 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 你只能是供不应求 这个相信就是我们同学听了 就心里面就是蠢蠢欲动了 就是知道有这样子的这个部分 感谢感谢 对那再来就是同学有提到 就是刚刚许校长提到这个工学交替这个部分 就是除了住宿跟三餐 可能就是酒店这边会提供之外 不晓得这个工本身 是不是也是一个耐心的一个学习呢 是的 学生根据它不同的情况 以我们的这个苏州的教学酒店为例 一般来说呢 它在实习的这样一个阶段 每月大概会有2000到2500元人民币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的一个津贴 OK 好 那请问学校的这个 就是瓦泰尔的这个学费 跟奖学金的部分又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的本科的学费 今年9月份本科的学费 是每年58000元人民币学费 同时呢 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还会有要求学生有一个制装费 因为我们的学生进来了之后 就是这个有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制服 然后呢 还有一两千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教材费用 所以呢 差不多学费加上一些学杂的这个费用呢 是6万多 在第二第三年呢 差不多也是58000再加上部分的这个学杂的这个费用 也是在6万左右 不超过6万元 那这是我们本科三年的这个学费 每年学费是58000 我们的NBA是7万6 每年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学费 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没有开放奖学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计划 好 那所以同学听到这边 就是应该都 心动的朋友可能都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请问入学条件是什么呢 入学的条件呢 我们现在是参照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第一呢 当然是在马来西亚整个一个高中学习的这个学习成绩的这个内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个人字数 在这个当中的学生要想清楚 为什么要投入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或者是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 第三呢 我们会有一个面试 那在这个面试当中呢 我们会跟学生来进行沟通 来看看你的整个一个表达能力 这个面试是用中文吗 还是用英文 用英文 用英文 好 是的 一般要不要透露一点点 学校长一般都会问什么问题啊 如果我来做面试的话呢 一般来说他整个一个时间会是在20分钟到30分钟 一般很少超过30分钟 一开始当然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次呢是你的一些学习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心得也好 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兴奋度也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会问一些 主要是对于今后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划和期许 因为学生呢 说实话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 可能对于一个整个一个职业生涯 或者是对于以后整个一个所要就业的这样一个岗位 并没有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或者是很清楚的这样一个规划 这也是我们学习和之后的一个教学当中 要要要交给大家的 要提高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在这个之后呢 我更多的会问一些学生 跟他个人相关的一些情况 比方说 请他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这个城市 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游客 到了你这样的一个城市 你会在哪些方面来给我介绍 作为一个导游 你在之前的整个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些 学生也好朋友也好 相处的一些有趣的这样一些事情 基本上是这么样的 那各位同学如果就是对想要到瓦代尔去 要给校长来面试的话 要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把今天校长的整个PPT给看清楚了 就是因为整个前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相信今天在校长的这个讲说当中 已经真的很清楚的就是列明给我们看到了 这个部分 包括薪资等等的 对好那高中学习成绩那个部分 学校长这边要不要再补充一些呢 就是具体的他们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就可以进来 除了刚刚你讲的IELTS的这个4.5的那个部分 对因为原来呢我们对于语言的确是有预志的这样一个要求 因为这一段时间整个疫情他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样一个考试 所以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在面试的这样一个成绩当中 高中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基本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就是 基本上都要门门及格吧 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最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其次呢还是看学生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呢酒店这样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特质 实际上并不要求学生有太高的这样的一个IQ 但是更多的是要求你极高的这样的一个EQ 所以呢这一个呢只要学生是一个认认真真的 他是希望踏踏实实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能够有所发展的 我们认为都能够把它培养出来 明白那不晓得说这个高中的定义是五年制还是六年制的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录取当中的的确也碰到像您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我们学校的入学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说 五年制的这个高中是可以的 但是呢在签证的这个角度是需要学生是18岁成人 对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后面一个是一个签证的一个要求 否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在国内有帮他们找 或者是他能够提供这个监护人啊 但anyway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 明白明白 好可能Bella老师这边看有没有要补充啊就是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马来西亚 SBM的学生是不是就可以用SBM的成绩来申请了 好Bella老师说可以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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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成绩来进行申请 但是呢希望希望学生是18岁 18岁好明白 好那不晓得就是许校长最后要不要给我们这边的孩子们就是一个鼓励祝福 就是准备想要投入的那孩子们可能要做好哪些准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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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市场 同时呢我们刘华同学同学会所吸引的很多的一些学生呢也都是有华裔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就读旅游和酒店的这样一个行业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特质能够发挥的非常非常好 熟悉马来西亚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有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英语的这个能力可以接待 来自全球各地的这样一些游客 同时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汉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能够接纳从中国来的这样的一个游客 那这一些呢可以让大家把自己的一些原来所具有的一些能力和优势发挥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于自己的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 因为马来西亚它的一个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旅游业的一个资助产业的这样一个地位 是毋庸置疑的 它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岗位需求是非常广阔的 而我们瓦戴尔学校所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是要走向酒店的中层以及高层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岗位 而这样一些管理岗位会被技术所淘汰的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它反倒会随着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 能够给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顾客提供更多的更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那我觉得无论是从各位原来已经具有的这样一个知识能力和文化背景也好 还是马来西亚的行业的这样一个发展也好 还是中国的整个国力带来的这样一个市场前景也好 到我们苏州瓦戴尔学校来学习 能够把种种优势能够发挥到最好 非常感谢我们学校长今天的这个分享 就满满的能量 那我们虽然今天线上可能同学们不多 那但是呢我们相信就是我们欢迎就是学校啊等等的 把我们后制做成的这个视频啊 就是在重播让孩子们可以看回放 那有一天呢 我相信就是我相信今天许校长的这个分享会让很多孩子动心 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当年呢 我自己差一点也要去念酒店管理的了 对 可是当年我们在那个年代啊 真的就是我那时上世纪80年代啊 真的就是那时候打工就在那里打工 所以对这个酒店也其实是非常熟悉的啊 可惜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引导 没有人告诉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来规划啊 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听了就是许校长整个这样的分享 很为现在的孩子感到欣慰啊 他们真的很幸福啊 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谢谢许校长 谢谢 那我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边